台市新闻独家报道来看到高雄市男子的一处出租套房 被附近的邻居控诉 每天晚上11点过后都在用坏掉的洗衣机洗衣服 发出了巨大噪音 多次上前沟通也迟迟等不到改善 环保局接获了陈勤将前往稽查 要是超过了噪音管制标准又没有在期限内改善 最高将吃上3万元的罚还 洗衣机伴随草杂声 红龙作小不断环绕 夜深人禁时很容易让人很抓狂 有民众只有倒霉屌了 气到上前理论要半夜洗衣服邻居出来瞧 双方疑似还没有共识直接杠上 不要现在洗衣服重复说了好几遍 因为真的忍无可忍 就这样各说各话 这样的情形似乎也已经不是第一回 没有在等别人的睡眠时间 房东也不处理 噪音简直扰人轻梦 高雄男子一处出租套房 被夜信邻居控诉 每天晚上11点过后 都在用坏掉的投币式洗衣及洗衣服 发出巨大噪音 多次上前沟通 却迟迟等不到改善 甚至警察爷被叫过来 光是10月初就报案了三次 发现现场已无防案连情室 将联系屋主劝导该处租客 而说也奇怪 警方到场则是没发现噪音 而实际回到当地附近邻居 也有不同说法 环保局接获陈琴 也将前往稽查查个明白 这打扮也到底有没有噪音扰人 要是数十也将依法处理 接着陈琴邻敏刚这么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